兄弟们,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就厉害了 他从零到第十条视频赚了一万三 哈喽大家好,我是那个跑国家无脉关义 推过铁球练功器,或者刀上压过腿 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前两天我收到一条私信,大家看一下 让我聊的是一位嫁到韩国的姑娘 韩国媳妇何小雪 那么天色晴朗,安排 小雪今年26岁,老家是山东人 远嫁韩国,目前有两个可爱的双方天儿子 他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分享他韩国家庭的点点滴滴 以及韩国的生活方式 那么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推算一下他做自媒体的收入 首先我们看一下小雪在西国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152条视频 拥有粉丝50.4万 认证的是优质育儿领域创作者 他的老粉丝应该知道他刚做自媒体不久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大概在六个月左右吧 从第一条视频到现在 最低的也有30万以上的播放 而且百万播放屡屡皆是 真是个天选之子啊 让一大批自媒体从业者好生羡慕啊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截图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小雪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624万 然后我们拿624万除以10 大概就得出他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 大概在62万左右 大家知道小雪的视频几乎都是10分钟以上 而且大家的互动量也特别高 点赞评论每条都超过千次以上 所以说他的视频一万次播放的价格应该能达到普通作者最高的50元左右啊 然后我们拿单条视频62.4万的播放 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5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应该在3120元左右 在他前面视频里讲过呀 这个推算应该也是差不多啊 在他发布第10条视频的时候 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已经过千元 又过了这么久 粉丝增加了这么多 所以说应该也差不多啊 他的更新呢也很稳定 每天更新一条几乎是不断更 一个月更新30条左右 所以啊我们拿3120乘以30 就能得出他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9万3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 还能剩下7万4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7万4乘以12个月 就能推算出小雪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 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 大概是89万多一点 兄弟们啊 看他账号的这些数据啊 不知道的真的以为他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团队啊 我希望小雪啊坚持下去 抓住这个短视频的尾巴 以后不可限量啊 视频的最后啊 祝福远在异国大乡的小雪 照顾好自己 孩子们平安快乐 老人身体健康 何家欢乐 好的兄弟们 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一起学习 咱们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